四叶凡天所闻见 我见喜乐苦 几见安乐土 此中无苦恼 不但没有苦恼 连苦恼的名称都听不到 与彼做功德了 再来本修集功德了 为足以为弃 很平常 大家都在续 反过来 与此烦恼处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烦恼 能忍不可思 烦恼你能够忍啊 而且你还教别人 祈福为罪人 这是修真正的佛报 那圣思为凡天所闻见 那也有这个说法 我见安乐苦 无量受佛苦 无苦皆苦灭 鼻作妇飞弃 不惜其 在那边修佛 很容易 与此烦恼处 能忍不可忍 一叫他赐罚了 祈福为罪人 在这个世界 忍人只不能忍 这个人的佛报 很大 与此同步 一一之经文 可知四仪金中的喜乐库 与安乐土 都是指的 极乐世界 那么这些 是祝天 为我们作证 证明 这个经上讲的话 是正确的 证明 确确确实实 有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应该要相信 不能够怀疑 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这个世界 虽然修极功德不容易 真正修成功的 比在极乐世界殊胜 那么为什么 诸佛如来 都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原因是 极乐世界修行容易 这个地方修行 成功好 不成功 堕落他快乐 一不小心 就堕落三窝道了 堕落到三窝道 苦不堪言 所以 还是要伸到极乐世界 稳当 保险 为什么 永远没有生死 不搞轮回了 那我们取极乐世界 难不难呢 不难 这个地方修行 难能可归 只要能忍 只要肯 只要肯修 不识 持戒 忍辱 过过都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才真正拿到保证书了 难能能可贵的善 难能可贵的善 要神 要修 要发心 要发真正慈悲心 原谅 原谅一切 原谅一切 造就 无业的众生 特别是对自己 许许多多的不利 在心里头 都要把它一别勾小 不要放在心上 把佛号放在心上 把求生净土放在心上 越是主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运行就愈切